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么聊起天来 那那个车主的本身呢 其实他就提到 他提了故事 就说偷抢骗 那后来我就开玩笑 我说 其实共产党恶在他没有生命之根 他站没有生命之根 他站在撒旦基础上 更加的恶 这个恶表现在 在他人间的理论中 他创造的主义 所以他有三个词 主义 思想 和理论 到了江泽民那儿就没了 就叫三个婊子了 和科学发展观 观 就变成了观点 对吧 到了胡锦涛那儿就变成了观点 当你到了观点的时候 人中的词没了 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我说的意思 其实他们自己在 在说这种东西的时候 已经把自己说死了 所以习近平再回 回到了毛泽东思想上 他没敢回到马克思主义上 马恩列斯毛 这是共产党 原来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义 毛泽东叫思想 邓小平叫理论 江泽民最最梗 叫三个婊子 然后 到了胡锦涛最后一茬 说的科学发展观 观点 你查慈海 你查字典 主义在人的理论中 一定是最高的 主义呢 有着他哲学的概念 所以 在这个马克思的理论当中 有一辩证唯物论 他用论 论高过 在我眼睛里 论肯定高过观 而辩证唯物论 里面就有哲学的概念 咱们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那西方的哲学呢 三节 柏拉图 亚里士罗德 人们引用的更多 而西方的哲学的三节的概念 你可以对等到 东方的 孔孟之道 人以理直信 完全可以对到 它是在人的层面上 完全在人的 人的这个框架下 出来的东西 出来的东西 那他没有 所以在希腊 你看不到信仰 你看不到宗教 希腊有他自己的宗教的说法 但希腊的宗教 不能独树一帜 而 从犹太人那 传下来 犹太教 天主教 基督教 到了东方 到了欧洲的东部 是东宗教 是当时 东西罗马分离之后 出现 他并没有从 他并没有从 这个 希腊那 转出去 没有 那至于有另外那个杀人的宗教 那是后来的 那是后来出现的 几百年之后 他自己衍生出来的 两码事的 那是两码事的 那同样 儒教 这是后来人说的 但儒教没有宗教 儒教没有宗教 在中国大陆上 你看他现在 对吧 烧十字架呀 拆这个 庙啊 再拆庙的 对不对 拆道观的 儒教可没有怨强 没有吧 所以儒教是 后来人教的 他其实是在 规律 他的概念就跟 亚里士多德 跟这个 这个苏格拉底 传下来的那个概念 类似 但苏格拉底呢 其实他 某种概念上 就是他有一定 他跟神之间 有着关系 所以你看不到 他的文字 都是柏拉图技术 孔老夫子有文字 留下来 但讲人的道理 我说这意思是什么 传传传意之 传到马克思那儿 就这个东西 走到马克思那儿 马克思邪恶在哪儿 马克思邪恶 是站在了 宗教的基础上 站在了 传统的宗教基础上 反其道而行之 走向了 撒旦魔鬼教 而却自己 创造了一份理论 二十九世纪的人 认为十九世纪 最聪明的一个人 最有造就的一个人 是马克思 德国也为他 为他骄傲 而他的基础 他的生命基础 是站在 撒旦的基础上 自己搞了一套 而这一套 是以主义 思想 理论 观念 观点 组成的 观点之下 后头 没了吧 叫概念 没有这词 没有这词 所以到了 邓小 到了习近平这儿 就该死了 他牛脸又回到 思想去了 他不敢回到 主义上去 圈圆了 我说的意思圈圆了 第一个 第二个 创造的一切 都是最邪恶的东西 他没有生命基础 他的生命基础 他自己创造了 这一切 最邪恶的生命基础 的本身 促成了今天 大陆人全是偷 抢骗 全是偷 全是抢 全是骗 弄车这个朋友 讲故事 人家是学技术 他说 你别提了 陶哥你说的太对了 他说当初啊 他在国内的时候 国内呢 他们那个地方 弄了一个六十吨的 雕车 六十吨的雕车 然后呢 买进来的旧的 外国人呢 就给拆了 拆完之后 照着人那个东西 就开始做 他们要做个新的 他说 他说陶哥 你知道遇见什么问题 坐起来 他负责 他说他负责 应该 我不懂技术 他负责就是 你雕车都有这种 就是底盘 那个承重那部分 要不然雕车不就这样了吗 以后呢 怎么也有个蹲子 他负责那个 他那个可给他弄瞎了 他说你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弄瞎了 人拆完了 他说我能看懂 他大概的意思 但是咱家没那材料 都没人说话 咱家没那材料 他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下面那个盘子 如果近身是一 这种对角线是一米的话 人举例的 他说对角线是一米的话 咱家那材料 就得对角线变成一米五 一米五才能承重他 但是他说 如果你把下头 变成了一米五的话 他上头就全改了 那雕车就 他意思 那雕车本来是这样 脚改了脚拧 大家说笑话 给我逗 我是不是上了这板 就拧了板了 就像那个鸽子 塌了板了 他说没错 就这么回事 他最后反正 这东西给弄出来了 他说哎呀 那可真不是个样 我说如果 我说如果我说难听点 我说那华为的手机 是不是类似 他说看估计差不多 没那东西 没那东西 东西都是这么凑出来 那技术有没有 有蓝图弄过来弄过来了 然后呢 他说然后就出了这么个玩意 他说这就是所谓的国产化 我个人觉得特别能理解 对吧 咱这么讲吧 说有人偷核牛 就从日本偷核牛 偷那受惊的什么东西 你偷回之后 那核牛在你们家长呢 是听妖谷长大了 还是听大茶长大 核牛得听音乐的 他说听妖谷长大的核牛 可你偷的肘 是从美 是从日本那偷过来 那牛长出来 是不是提子冲上啊 把不齐的事 那听妖谷吗 陕北吗 好 刚才说的概念 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 一方水土一方人 一方生命 一方天地 而共产党是打碎这一切的 所以大家能品出那个意思吗 我说共产党 曾经节目中 共产党就是杂种 极其邪恶的杂种 他建立在 连撒旦都是跟神对应的 他要站在撒旦上 所以大家今天看到了 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 而为什么所有人都反他 支持他的人都反他 而支持他的人 是因为要得到自己的利益 包括他习近平 所以他傻臭了筋就在那儿 傻臭了筋 其实他 他已经 我以为有着更高的力量 在提醒他 他遭到的报应 他腿卡不腿 那天我讲了几次 我说他 我将无我这句话 他说坏了 一会儿我们在 时钞news中 跟大家讲 怎么给说坏了 我将无我的话 你可以把它等同成 是昼王 在女娃庙里提的那首诗 什么叫无我状态 你你查查 让王沪宁解释解释 他说不出来 他能说人有多坏 我能做到多坏 人之初性文恶 他说不出人生命生化后的 无我的状况 他不是那生命 对吧 共产党干了很邪恶的事 把人的 人的东西 人的大脑东西 给弄到猴身上去 把人的大脑东西 弄到猴身上去 咱说句难听话 要不了多久 如果共产党这么干的话 要不了多久 人 共产党敢把人 跟动物配装 来看他反应 站在进化论的角度来讲 他为什么不让他配装 非常可怕的 这是 他只有那样 只有利益中的 绝对利益的人 活在绝对当今的人 他一定就会这么干 因为人是胡辩的 他有理论基础 其实达尔文在 这个西斯敏教堂 那个叫 英国伦敦那个 那个 应该是叫西斯敏教堂 那地下躺着 没在后头站 牛顿的墓是立着的 应该是牛顿 我希望没记错 禁止武技 美国大使馆 推了推文 他说有什么玄机 其实 美国大使馆的行为 政府的行为 在针对武技 针对中文系统中的表达 表明了 他在强烈表明了 美国政府 美国整个国策 在针对中共 华为 他的态度 4月8号推文 所以 4月8号的推文 是配合今天 现在 今天 川普的宣布的概念 宣布 美国5G的 这种 这种声明 是前后铺垫 美国不能把5G 电信基础设施 放心的交给 中共法律要求 充当间谍的 中国公司 推特的推文 这条推文 中英文推文 我完全有 看到 是这么说 完全就这么说 那不能交给 法律规定的 充当间谍的 中国公司 所以这里 第一 中共法律规定 第二 中国电信公司 都是为共产党服务的 第三 共产党本身 是非人性 所以一条推文 就等于是 人不能跟 高级动物 结合结婚 生子 生孩子 组织家庭 人不能跟高级动物 组织家庭 一句话里面 代表着诸多的 生命之间的关联 中共的国家情报法 第七条规定 中国公司 必须为中共的 情报工作 提供支持 这是明文规定的 所以他就是按法律说话 应对了习近平的依法治国 而习近平也在用法律的名义 在共产党的 借助共产党的背书之下 来到来完美他个人的那种 叫什么 自卑 自负 来满足他自恋的情怀 我以为现在他走路到自恋 不光是自负 自恋的情怀 推文获得点赞 转发 美国人民清醒了 部分网民纠缠 每个国家都在搞监控 收集信息的问题 有网民说 这是混乱逻辑 那信息收集与收集隐私不无事 同一个概念 这是生命基础不同 美国人有几亿支枪 美国人有几亿支枪在民间 但美国人民没有拿起枪来 枪杆的里头出政权 在中国菜刀是实名制的 他怕中国人拿着菜刀 都可以让他菜刀里面出政权 菜刀不是罪过 枪支不是脆过 生命的属性是根本的缘由 以这样等同的方式 去随意去等同的话 就像说女人都得生孩子 你奶奶88了 她能生吗 多么荒谬的 精英者的质地有生的 荒谬的语言 没有生命的认知 只有利益上的一种说法 质地有生的胡说八道 另外网民 中共用枪杆子暴力夺取政权 暴力维持统治地位 它的不合法性永远 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还没想过 枪杆子到处都是 不是罪过 以人民为敌 以普世价值观为敌 收集情报是为了奴役和迫害人民不合法 是 这个不合法 你现在说起来都觉得很难了 中共的法律有的 你怎么叫不合法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真正这么说起来 你都可以看到 对他的认识是对的 但是是浅薄的 他的问题就是说 他与人民为敌 他是与人为敌 他是以杀人作为他的基础 他的红领巾 他的少先队 他的党旗 他的国旗 都是人的血 而他更加邪恶的就是 他把今天的中国人残害成没有这一份认识的 也就是说 也残害的没有了人性的这种认识 造成了今天对他的认识都是浅薄的 对他的邪恶的认识都是浅薄的 美国政府人民的自由意志 选票合法政府 收集侵犯 人民授权的合法行为 美国的任何的合法行为 正好在他的钱上 in God we trust 表现出来 全世界所有的货币 只有美国人的钱 印了这句话 那谁让美国人去 谁没有人去挑战美国人 说你给我证明一下 in God we trust 这句话是对的 因为你给我证明一下神的存在 刘鹤是哈佛的 义刚是斯坦福的 让他们来一把 习近平是博士 据说又有人给他一博士 让他也证明一把 把他们家为什么存都是美金 扯淡的东西 好 说你证明神的存在 我跟大家解释过 你证明昨天晚上你娶媳妇 你嫁了一个白马王子 你证明一下你昨天晚上那梦 得得的 老激动了 上天入地的 你确实做了 你给我拿出来弄一把 那多愚蠢啊 而他的愚蠢在于 中共的邪恶 用这种最现实的利益的一切 肉身可以摸着吗 来否定你自己摸不着的魂魄 可是你的魂魄就在那 你自己知道 有时候内心的魂魄的东西 感悟的东西说不出来 为什么 你的魂魄高于你今天的语言 你的魂魄高于你今天的语言 所以你用嘴说不出来 所以此地无声声有声 今天的北大的很多教授 他也说不出这句话 他解释不出来 为什么 他认为他自己的祖宗是后边 说屁股没有那么红 什么东西 就是纯粹整个校府学府里面 充实着糟蹋人的东西 稍微有点人性的 都被他们扼杀了 学生去告老师 哪有这种事情 但他合法的出现 所以你哪能叫合法 正常国家收集情报合法行为 中共打着收集情报 收集老百姓隐私 转过来为共产党政权服务 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都是对的 但都是浮潜的 对不对 他就没解释为什么利益 那对的是行为表达 说法是对的 但人们很多的人 也站在自己利益受到伤害的角度去描绘 你就看不到他的邪恶 领馆的推文出处 是国务院的新的新的新闻发言人 是 他代表着国 其实是代表着国家的概念 4月3号加入国务院 是福克斯新闻网的客座教授 原文同样引起西方人的热情和点赞 网民在他的推文中说 不能把美国的电信基础设施 放心的交给被中共法律要求为中国公司充当间谍的 是 为中共收集所有数据将永远不满足 而商务部长罗斯对他们要拿出类似中兴的管制 这是美国人的反应 直接的反应 他是退役军官 具有外交 他是退役的海军预备役军官 在财政部跟开发署任过职 所以讲这个人的资历了 新的发言人的资历了 在此之前 在咨询公司的网站中 他曾经是国际开发署的公共官员 他是国务院下属独立机构 他曾经到伊拉克工作过 所以你可以很显然 这些发言人有着丰厚的他的生命历史的背景 他的公共关系 他的人文道理 他的社会概念 公共关系 那中共的官不是 刘鹤是习近平的朋友 俩人在一个屋里头 睡个觉 同情时的 发小 他只能用牛鹤 所以这 环顾左右只剩一只鹤 他就这么回事 为什么 这只鹤他放心 这只鹤呢 是你说去哪 他就去哪 你说干嘛就干嘛 他老传口信 对吧 传口信 在时间的背景之下 很有序的向前推进 如果朋友觉得 是这么回事 那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亮灯 丝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